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網向快報》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5號,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文汪 大家好 大馬Sir馬來根 各位網友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產生,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網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三台《曬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個167之暖 政變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了 各方面,其實已經大局議定 講得清楚一點就是大局議定 所謂的那些叫做 以前的特朗普和他的侵粉是近乎完全割席 是不給面子的 我們講一下他那些侵粉現在足夠講一下 其實在昨天,在這12小時之內 這一個叫做共和黨是近乎清掉了 最極端的那幫特朗普被割席 而且是清場 十多個小時之前 我們講過有個傻婆,極端的侵粉 就是叫做Taylor Green 他就直指這個共和黨第三把交椅 Lisa Chitney 就是以前撤離的女兒 以前副總統撤離的女兒 在167政變以及談合阿琛 在眾議院談合阿琛這件事情上 竟然就不站在阿琛那一邊 就說要談合她 結果在眾議院的額頭 就是特意叫麥卡錫 走了下去跟阿琛談完之後 回到來 當然他要撤撤離的女兒 這個是大佬 撤完她之後 並且所有的人提議 把這個傻婆Taylor Green 逐出去所有的共和黨委員會 大部分的委員會全部逐出 就是她空有一個眾議員的名 但是可以影響政局的能力 已經降到最低最低 那些人當她是一個傻婆 而這個傻婆其實是不停地講 這個167政變的理論 就是選舉舞弊 所以她是被投票逐出的 而這件事是代表性的 就是說美國已經站在一條線 就是說誰夠膽死再說 這一次的選舉是有問題的 是不會放過她 等於我們遲下說雍正皇帝 有些奸人 好像八爺、九爺、十四爺那些 經常說雍正師父 山衛、師父山衛、鬼圍兆那些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誰夠膽死說拜登得位不正的 我們就來移動 這個女人是近來的一個代表作 但是 但是在阿森周圍那些人是怎樣呢 首先說阿森的大軍 這個嬌奧男孩 就用了一個很巧妙的手法 他不是美國國內說他是恐怖分子 極端分子是由加拿大出手 今天是加拿大的國會 一致同意嬌奧男孩 是整了這個恐怖的名單上 換言之 即使你是美國 只要加拿大出一句聲音 五眼同盟的話 你在美國的嬌奧男孩的 籌款都可能被制裁 因為加拿大要求 所以都說加拿大是跟美國打龍通 就是這樣 有些事美國不方便做 因為他一做了 會刺激了美國自己本身那幫傻佬 但是由加拿大做的話 就繞了個圈 這是盟友的好處 第三個是他的極端侵奮 就是他有一個枕頭大王 麥皮勞的大老闆 就是Mike Lindell 我們說過了 他是不停的撐一撐 撐到Twitter沒有了 然後他自己的枕頭 都很多零售商 賣PILO這個品牌 很多零售商都說不敢賣他 但是他還未會死 這個人都算是這樣的 甚至他去了一個超級保守態的媒體 叫做Newsmax 很撐侵 這個頻道 非常撐侵 基本上是極端右營媒體撐到他飛起 Fox之後就是這幫人 留意一下 訪問他 他不停地說 不停地說 大選是沒有弊的 拜登不為不正 等於四阿哥 其實應該傳給十四阿哥的 傳給十四阿哥 上面加了一滑而已 那種這樣的情況 哈哈哈哈 是啊 有沒有弊 那個遺照都是亂寫 是啊 滿文和漢文和蒙文 這些都可以改賣 哈哈哈哈 就是那些人硬鬱 這個Linwood不停地說 在Max News也這麼說 講到這裡 講一下一個主持人說我頂你不順 直接罵 那他的主持 見到他越說越大聲 他就說 你 說到一個地步 說那些機器都有問題 於是就說 你講有關那些機器的指控 我們這個NewsMag 這個台沒有辦法核實 我想給大家知道 剛剛 這位阿哥所說的東西是沒有實質的 全部都是 沒有證沒有據說的東西 不說 就是狗喉當秘笈 狗喉當秘笈 狗喉當秘笈 講一下講一下 那個主持人就直接說 好了夠了 我想問一下製作人 我可能可以走 我不想再重複這個話題 我不想再訪問這個人 然後就跑了去 而在167事件之後 我們講過 很多的共和黨背後的金主 都不再贊共和黨員 於是直接令到很多共和黨員 不敢再說得為不正 選舉欺詐 即是得為不正 有些人當然不停地繼續說 除了賣披露之外 當然還有 Sidney Powell 不停地說 還有 Juliani 也是不停地說的 但結果現在發生什麼事 Sidney Powell 是被選舉公司 現在叫做Smartmatic 叫做Smartmatic 是負責這間公司的軟件 即是選舉軟件 點票去告他 說他誹謗 Juliani 加Sidney Powell 再加三個福士的主持人 跟他一起訪問他 讓他在台中大放缺詞的主持人 總共是要問他們 誹謗訴訟27億 多嚴重 所以大家看到 剛才那個 Newsmax的台中的主持人 說一說 你講夠你講夠 制你制你 他自己都揹不起 是 Juliani 並且不停地說 當年167政變 就是由共和黨裏面的人做的 其中一個 就是共和黨裏面反特朗普的人做的 其中一個就是叫做 Lincoln Project Lincoln Project這群人 原本是主流共和黨人 他們看不過特朗普的眼 於是就走出來 組成一個專門在網上做事的傳媒 叫做Lincoln Project 就經常在YouTube那裏 播放一些片 專業製作人 就去刮啊 侵那些壞事 就放上YouTube 那 他這個Juliani 就不停地說 167政變就是Lincoln Project 現在Lincoln Project 我要告你 那Juliani也是很不幸運的 因為他不和班農 班農就被Pardon 突赦了Juliani 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現在都是 很明顯看到一條線 美國是畫了一條紅線 誰再敢說 拜登遭老頭特衛不正 一定要趴你屁 但是不是明顯是趴你屁 是民間所有人都出來趴你屁 很愚悔的趴你屁 什麼時候趴啊 老少 他每天都說他不得位不正 是嗎?到現在都敢說嗎? 是啊 都是說那部點票機 Deep State 每天都說 他現在最新說 Deep State 其實在美國公務員的中層是最多的 他都做了統計 很厲害 是不是來自大陸的 其實很辛苦 其實嚴格來說 不是Deep State 你的官僚系統始終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一個力量 嚴格來說不可以叫Deep State 其實就是 他就是中層公務員那些 其實是穩定社會的力量 是啊 你強行說到它是Deep State 其實就不適合的 因為美國那個社會 其實西方不只是美國 西方社會也是 就是你官僚系統的人 或者在公務員系統做的人 他們那套思維方法 是要類似的才可以得到升遷的 所以是令到他們那個社會 就是相對穩定的 每一次的改變呢 其實是40至60年變一次 就是你看到美國的歷史就是 羅斯福做了一個New Deal之後 其實是60年之後才變的 整件事是 60年之後是誰變的 就是60年之後才大變呢 就是什麼人出來呢 就是40到60年 不是不夠60年的 就是列根出來的 他就反對那一件事 其實美國過去的40年 基本上都是行這個 列根那套東西的 你無論是民主共和兩黨都好 他們都是崇尚一件事 就叫做大市場小政府 政府越管越少 就是聯邦政府的權力 不斷被限制 但是 現在有些人開始出來覺得 其實我也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 拜登上了一場之後 這件事就有可能可以改變 可能拜登在歷史上的地位 就可能可以做到羅斯福一樣 他可能會將他做那套東西 由好像列根那一套新自由主義 變成另外一套東西 比較多一點社會主義的成份 在美國那裡混轉 這個是有可能的 不過拜登之後會怎麼做 你可以再看一看 尤其是你要看一下 他時間未必足 就要他用至少兩三年時間 執拾好那套亂局 然後才可以下降 那時候已經八年 八年之後 何錦麗可能有多少穩呢 都是一個問題 我是有些兜的 對何錦麗 但是怎樣都好 可以見到美國 他畫了一條紅線 而另一條紅線 最後一兩個 最後這一位 是167政變的極端分子 被人打壞的 就是partner 現在partner的CEO 是被裁的 在29號那時候 他是自己說partner的board control 就是那幫人 就是那些董事局 說到明 現在是要裁切他現在的CEO 嗯 他是很明白 現在哪一個人 控制了這間公司 是令到一些人 和一些第三者 去令到公司有些亂 而且很不幸地 做了一個亂局出來 逼我現在要說這一個公開說話 就是我 是被裁的 那當然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partner用不到 亞馬遜的 雲端平台去做事 那既然是這樣 他一定要 他說我用了 無限時間 就是無盡的時間 去 打算為partner 去打平到現在這一刻 但是現在未來partner 是怎樣已經out of control 這樣說 就是大義是這樣說 但是 也都是證明 現在美國是有一群 清剿極端的運動 是默默地進行 他是不會搞阿琛 因為阿琛已經和共和黨 搭了城下之墨 阿琛會用他個人魅力 去幫共和黨 在兩年 只是兩年而已 2022年的中期選舉 立了眾議院回來 代價就是 你必須要和極端割席 是很明顯的 留意一下 先那一陣子 香港網台界 有一個大台 我們以前的舊台 舊台 他是突然被封一個月 中雪紛紜 戴記院是同一個級數 戴記院也是 他有個台是被人 不可以上載影片 是啊 是同一種懲罰 證明了他們 其實一樣 一條腸出來 就是因為他們說了一件事 拜登得為不正 其實拜登得為不正 這種說法 本身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 我們其實根本一早已經和大家說 千萬不要傳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嚴格來說就是老屈的 是的 我們是很反對這些 從頭到尾大家又聽都知道 他們說來講 那部碑 Dominion 那部機 老少爺也是這樣說 有什麼 有這個 就是普通話 大紀元說 多貓尼 說那部機 就是說有很多的 這些 又是很多事情搞 特朗普才搞到選不了 說那部機搞他 但是整件事絕對沒有貓尼 其實是 絕對沒有 因為同一套系統 是幫助川普 在2016年贏了選舉 你這樣是相標 而我今天看大紀元 是不敢再說 拜登得為不正 並且我開了一條 頭條 拜登稱中國是最嚴峻對手 最嚴峻對手 同時不排除合作 那就完全再沒有提 得為不正這件事 完全沒有說 不敢再說 大紀元聰明 在網站那裡 聰明過去很多 這樣 很明顯 現在就是一條線 你誰敢再說 就動你了 所以我們的友台 以前的舊台 被封 其實我相信和這個有關 那老超沒事 就 他很幸運 他現在說話很聰明 他說 我只是引述消息 他什麼都說是引述的 引述就可以了 引述就可以了 引述不用負責任 假消息都是領的 老友 不傳謠 不信謠 不造謠 是不是 那無論如何都好 他很諷刺 你記得當時 叫劉細良接班的時候 就是說 劉細良是我的接班人 但是我覺得他做時事評論好 但是 太多陰謀論了 結果他現在相信這些事情 多諷刺 他另外說一句 我很記得 有人問我們為何要造謠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武器 剩下謠言 對 就是說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我要用我的人格去擔保 出賣我的人格 是不是呢 所以他也是得淡笑 他也是得淡笑 林老 露了底 是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